可以看到这惊悚的画面就发生在佛州坦帕的大桥上 快速行驶的汽车几乎快被大浪给卷走 海轮飓风一路是往北前进 目前最大的风速来到17级 当地的气象单位预估可能会带来6公尺的风暴潮 由于当地正逢大潮时期 因此预料会造成大规模的洪水灾情 现在佛州传出有超过17.3万户断电 另外还有超过1200架次的航班取消 预估海轮飓风将在周四晚间从美国南部地区登陆 触地之后这威力应该就会稍稍的减弱